原标题 而后来的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和东国航母之父台国少将刘华清则显得有点默默无闻 因为与大多数台国将军不同 刘华清将军的军旅生涯再晚年才真正进入巅峰 1987年71岁的刘华清已做好退休准备 却受到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突然召见 告知他被委任军委副秘书长 邓小平嘱咐他的任务就是抓现代化抓装备 两年后邓小平在辞续军委主席职务的同时 提名刘华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后他在为我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奋斗至最后时刻 1992年10月刘华清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官至郑国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官 晚年回到家乡湖北大雾时 却连亲姐姐一个最普通的请求都不能满足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华清的这位亲姐姐叫刘润香 年轻的时候曾为红军战过坊 传递过情报 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 在刘华清将军还不懂事让儿童时代 就是靠姐姐刘润香访线支部挣钱读书的 那昏黄的子刘灯下 姐姐访线 弟弟读书 常常相伴了劳作至深夜 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 是靠姐姐竭力缩食照顾父母的 姐姐常常饿着肚子 把少的可怜的食物留给双眼失明的母亲师把刘华清带大的 当时姐姐刘润香向刘华清提出要他把自己大女儿的农村户口转到城市时 刘华清深情地向姐姐解释 都转出去 怎么办呢 没文化 不能工作 给组织上添麻烦 全国这么多农民都转户口安排工作 国家怎么承受得了 我们为国家工作的人 不能干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事情 姐姐刘润香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见弟弟很为难 便安慰着 不合政策就不办了 其实这点小事只是刘华清将军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他却不以工为私 而刘将军的大哥二哥也都是农民 在家乡种了一辈子的 当地方政府问 是否给他的弟弟安排一份工作 或者给予什么照顾时 刘华清连连摆手制止 他说 你们不应安排他什么工作 当然也不应给他什么特殊照顾 可每当家乡要修条马路 建水站 修水库 投资不够 每每找到刘华清时 他总是非常支持 乐于相助 亲自捐钱献利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特别不 Murphy 放进去 旨 İşte red